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24节气荒寮 今天已经是我们24节气的第18个 其实今天已经很明显感觉到天气转量 这个节气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节气叫双降 原来10月23日开始一个节气叫双降 双降这个节气说 古人有说9月中气缩而形 露结为双矣 意思是双降的时节气温变得越来越低 露水凝结成双 双降会令到天气转量 接着就会开始落双的意思 让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出售 因为好像我都在怕不能出售 等我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出售 好了 继续讲 古人觉得双是露水形成的 但我们当然知道不是 当气温度低的时候 地面温度也会更低 接近地面的水气 会形成白色冰霜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霜 有句古文是霜降杀白草 经霜打后大部分植物都变得没精打彩 这个时候红叶就来到了 这个天气就会看到很多红叶 双降吃什么好呢 双降应该吃耳朵 所以我今天家买了很多耳朵 我打算在隔壁桌 说如何做耳朵 但我的耳朵已经偷吃了 原来双降吃了耳朵 双降吃丁耳朵 双降吃丁耳朵 茄子的耳朵就越来越成熟 皮薄肉多 营养丰富 很受人欢迎 双降时应该上菊 和喝菊花酒 我没喝过菊花酒 我喝过梅酒 我很想试试 另外 有叫三喉 我刚才在网上搜索了很多文章 但那些文章原来很深 最简易的一本书 就是我女儿的一本 二十四节气的书 这本书就讲得最好 最简单 二名 三喉是讲柴狼的第一 柴狼开始暴猎 准备冬眠迎接冬天 另外草木开始黄 所以二喉是草木黄落 开始落叶 叼落 三喉是讲荊蟲 蟲都要躲起来 不吃东西 过冬眠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如果冬天打算进补 应该双降这个时候来进补 过一个严寒的冬天 也很补地过 不会虚 有什么食物很喜欢吃的 除此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白萝卜 白萝卜 白萝卜 我记得我看一个中医 最近在另一边介绍心心看那个中医 逢这些时节 他真的用白萝卜来炆 他好像炆 炆不知 我不太记得 最终之要煮白萝卜来吃 就要吃三天 就是他每一个时节 中医都会叫你吃一些东西 有时他会煮在一起 让你看他的人吃 在油麻地的中医 他说过是吃白萝卜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是叫人吃白萝卜 你要吃花生 你要吃玉米 就是粟米 然后你也吃蜂蜜 未来就正 我们有机会吃到 蜂蜜 你留意明天 明天有蜂蜜 我看样子就觉得它是蜂蜜 不知道是不是 好了 双降有很多习俗 但是双降影响我们的身体又是什么 原来所谓双代表天地 今次开始讲正经 我们讲完双降是什么的解释完之后讲正经 原来双是代表天地能量的形状 人体的阳气能量都开始收了 容易口干吃醋 说一说 这几天我真的觉得很干 我经常觉得鼻又干 口又确 容易闭洁 空闷 那些人经常会嗨 嗨 有得挨挨是好的 因为我昨天想说 原来当你的情绪不懂发泄出来的话 你是会屈住在里面 如果你屈住太多在你的怒怒 你就会伤了你的肝 如果你屈住太多恐惧 你又不舒发 你又会伤你的肝 所以说开就说 现在人的鼻子通常都不太好 有两种 有一种常常都塞住 闻不到东西 这些人氧气不足 我也试过查一个自然疗法的仪器 当时我女儿是常常被塞 我大女儿常常被塞 她那部仪器也说 我女儿因为常常都塞鼻 的智力发展是不太理想的 如果你常常塞鼻的人 智力发展是差一点的 因为氧气不足 身体是需要氧气去运作 特别是睡觉是需要氧气的 修补是需要氧气的 我们的ATP制造也是需要氧气的 第二种就是 我们的呼吸要加油 我们本身的呼吸度都不太好 这些就是我们的呼吸不够深 是很浅 另外我们身体的氧气也不足 就有这两大类型的东西 我们今天拌一支精华油 这支精华油 拌完后会给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只需答一条很简单的问题 就可以拿走这支精华油 反正我太多气质精油了 不如送给大家吧 好了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时间我们拌什么精油 是可以帮助我们呢 好了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15ml的瓶 15ml的瓶 这支精华油用来点棉花 填在鼻鼻里面 我应该拿棉花棒 等我一会儿 我叫我的staff先拿棉花棒 麻烦你帮我拿棉花棒 麻烦你帮我拿棉花棒 星期五我们公司都没收工 没收工 好了 好了 我们首先就会拿这个15ml的瓶 接着我们就会拿这个五滴的茶树 那支茶树是新的 茶树对于骑泥仔是非常之 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加有非常之好 对于骑泥仔的对抗 角力非常之好 那我们先下五滴 我经常都不见了精油 可能我公司的用量太大 由早到晚感点 好了 第二支呢 我们就会下这个蓝艾菇 Boochensi 我稍后会把形状放在刷头上 好吗 下一滴就够了 这支油也挺好的 有Boochensi Boochensi是一支很镇定的精油 它是在中医的角度 看这支精油 是凉的 不是热的 是凉的 凉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 如何说呢 舒缓的 不是打仗的 简单点 是舒缓的 是舒缓的 平衡的 就是蓋着它 你明白我说什么 本来是打仗的 凉在中医世界里面 就应该是 简单点说 蓋着它 这样说 有些苦 入肺经的经络是非常好的 就是帮我们盖色一些东西 盖色一些东西 另外 它也是鎮定很好 如果你是打仗的时候 无论你皮肤打仗 你的呼吸道打仗的时候 它是鎮定是非常好的 另外 因为你有时 我不知道你皮肤打仗 你去看医生 他会给一些 在医生那里 医生那里 很喜欢给一些抗组绩 安理食 但我们这些是没有的 对不对 就会平了它 鎮定它 是非常好的 另外 亦都帮助我们的黏膜化鱼 亦都可以帮助我们 舒缓我们的头 因为肌肉都会爆炸 肌肉都在抗组绩 说起化鱼 我刚才在这里 因为我经常觉得 这里有一颗新出来的鱼 就是限圈的人说的黑色 我觉得不是很好 刚才我把自己的鱼 刮了 现在还是鱼 说起化鱼 好了 它是鼻腔里保养的精华油 非常好的 它有强大的化解黏液功能 如果你鼻闻到东西的时候 你塗在鼻腔里面 一会儿它就会流出一些黏液 令到鼻子塞住的状态 于塞的状态 慢慢缓解 对于鼻腔塞的油 是非常理想的油 另外冬天因为很冷 它就造成肌肉僵硬 所以冬天更加要用多些温暖的油 因为原来很多人都叫脚冻病 原来有一个叫脚冻的不舒服 不是病 是脚冻的不舒服 我也是一个脚冻容易冻的人 因为那是一个很底的神经 在我们人里面很抹沙的东西 所以你要保持血气运行是最好的 另外它肌肉特别容易疯 所以南麦菇不单止可以化解我们 鼻不会太塞住 还可以帮我们肝胆的经络疏通 肝胆是脚里面的阴经 然后胆是大鼻阳经 这两条疏通都是南麦菇的 第三个我们会滴一滴的肉桂精油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一听到肉桂 可能是随时的关系 我一听到肉桂 我就觉得很棒 这个在免疫力方面 真的很棒 我先下了 否则真的不记得 下一滴肉桂 我的24节气开始上轨套 说了这么多次 就开始上轨套 我开始知道我自己说什么 肉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本 很出名的伤寒论中医书 中医书的伤寒论 там 我有一本幅天下第一 fr 天下第一方贵芝汤 焦芝是肉桂 是春天作乱资 肉桂是阳性药材 它是年轻的肉桂,通常用年轻的肉桂 所以是旺盛的感觉 另外,临床肉桂很多时候是中国肉桂比较理想 另外,中医肉桂皮在芳香的成分中 就像太阳一样,驱寒辟旧 世界上的水分,地球上的水分 都是教太阳的热力蒸发和搬运 利用肉桂皮的辛辣、热的性质 可以制造像太阳一样的热力 可以温暖身体 另外,可以搬运我们的湿 经常问人,有人问我如何去湿精油 其实肉桂是一个不错的去湿 寒,寒,帮助虚弱身体恢复元气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寒又濕 濕在中医世界中 会觉得是不要的废物 有很多谈濕在身体 有很多不要的废物的水液在身体 肉桂有很多好处,需要特别注意 第二,它一定要很稀用 如果你塗在身体 因为它是较辣的油 孕腑是不适合用的 整个方法,孕腑是不适合用的 另外,如果小孩很虚弱的小孩想用 就要混得很稀 它们可以是0.1 就是一些那么多的 牙签尾那么多的分量 另外,这个不说 另外,肉桂精油是皮肤吸收里面 可以加入身体里面的循环 另外,它对于我们的肠胃也有加油的帮助 另外,肉桂对于脏腑的功能也非常好 对于皮肤肤肤,液肌在大腿内側 肺的45度角在大腿内側 例如足三里、内庭等大月位 全部跟胃势 尘域是跟胃势 人形穴 血管上頸都是胃經事 皮補血 良憂 腎 膀胱 腎經在大腿內側 膀胱經在背部 背部 按摩肉桂是非常理想的效果 接著到五滴百里香 百里香的味道是非常濃烈的 又有百里香又有肉桂 對付騎鱷子當然不得了 百里香對於一些很微微細細的騎鱷子是蠻好的 幫助我們身體免疫力加油 對抗一些不好的東西 幫助我們免疫力加油是非常不俗的 另外對於皮膚黏膜亦有增加強硬度 但懷孕三個月之前的孕婦和剛出生的嬰兒 不太適合用百里香 而且要稀釋得比較多 百里香可以入皮、胃、肺、肺、大腸 肺就是在手、把脈的位置 肺經 然後大腸經就是這裏 你們經常聽的峭谷一路上去形香 肺、大腸就是呼吸度和腸胃 甚至乎大腸跟牙面神經、真皮層都合適 運用在黏膜系統上 所以它亦可以幫助我們免疫力加油 對於很細粒的東西都可以盡量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另外在心理情面上 它對於挫折、勇氣是非常之好 你面對挫折的勇氣是非常之好 這些我要用多些 身心的放鬆、身心靈的效果都是非常之有幫助 我都很喜歡用精油在身心方面 因為我們大人情緒會影響我們做不到事 情緒和精神都會影響我們做不到事 小朋友如果讀書成績要好的話 其實表面上看就是小朋友天生好記性 但除了這些環境之外 其實去到五年級、六年級 考考他的心理質素會比較理想 他有沒有信心、想不想要、想不想進取 面對挫折,即是他輸了,爬不爬起床 會下次,因為他喪失勇氣再來過 我想這些都是家長很需要關心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當一個人沮喪或家庭需要支援時 精油是非常之好用的 我也希望大家買這麼多精油,真的要用它 因為其實精油是會走的 所以你不用我覺得是非常浪費的 到最後那個就是Lime 它叫來母,即是我們所說的青檸 提神、免疫力加油都是非常之好 接著我們會放滿V6 接著就搖一下它 應該怎樣使用呢 如果這個精華油怎樣使用呢 你可以先搖一下 我今天計算過的,我下了4%左右 又不是很濃的,五分億的那些 你可以拿一支棉花棒,扁了精華油 你可以放鼻腔,我現在特地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很通順 都可以的 感覺是很清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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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精神好一點 而且鼻子是沒有那麼乾的 先試一下這邊 可以的 我用了新棉花的 可以試一下 如果是小朋友 那怎樣呢 現在這幾個時間 這幾個時間 真的很好保養 我講回 我妹妹今天 我妹妹今天回來就37度 今早早了半小時回學校 因為學校就開始讓她們去操場 開始試一下做運動 怎料妹妹妹已經37度 在家裡睡到腳聲了 如果是小朋友 可以塗在胸口 背部 給她們上學用 都是非常好 這支精華油 是給雙鋼的精華油 給誰呢 現在答問題了 Jacqueline不在 不知道Jacqueline是否在 快點幫我看看 誰可以幫我 先說 我們希望 在Live 誰先看 誰先答 誰有 我剛才出過一條問題 我先做出來 我怕人們會爭 我怕爭 我怕爭 我先看大家的樣子 Jacqueline在這裏 幫我看 Jacqueline在這裏 Jacqueline在這裏就好了 看著誰 誰是對的 如果這天氣最好吃什麼呢 今天這天氣最好吃什麼呢 大家回答 Jacqueline做公正 之後再說誰 我剛才說過 紅色的 今晚我會在另一邊做餅 好 今天我們的24節氣 是不是節氣 我老公常說我說錯 24節氣 養生 到今天為止 希望大家拿到這支 香港的精華油 拜拜 拜拜